循玛疹 鼻炎 哮喘 您是否也有这些症状 一起来测试 看您是否也属于特饼体质 中医大家王琪 推荐养生食材珍贵药方 名字不过去不叫长征不老药吗 经典学位来帮忙 放到赞中学的位置 上下插动 为特饼体质量身定制养生逆方 敬请收看 您现在说 健康驱逐 今天来帮助 我们跟中医大师学到了 人的体质是分为了九大种 那么在前几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已经学到了 有七种体质 阳虚体质 它的典型的表现是怕冷 第二种是阴虚体质 典型的表现是缺水 第三种是血淤体质 典型的表现是长斑 第四种是气虚体质 典型的表现是气短 第五种是气欲体质 典型的表现是郁闷 不高兴 对 第六种是弹湿体质 典型的表现是体胖 第七种叫湿热体质 典型的表现是长痘 长痘痘 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七种体质的特点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就来和您说一说 剩下的这两个嘉宾是什么样的体质 今天我们还是请到了著名的中医专家 体质学说的创始人 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王岐教授 王岐 著名中医学家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 体质学说创始人 创造性的将国人体质分为九种 为中医做出开创性的贡献 目前王岐教授的中医体质辨识 已被纳入国家公共卫生体系 并在全国进行推广 欢迎您 王老师 王教授 今天因为我们要说两种体质 那我们先来说说哪一种 先说一种叫特病体质 特病体质 首先咱们先说说吧 就是您见过最典型的特病体质的人 是什么样的 让大家对不对号 这个人是河北 他是一个歌唱语言 他是唱语高音的 但他在很多年前就得了一个毛病 毛病就是过敏性哮喘 他原来是一个过敏性咳嗽 然后就是过敏性哮喘 一喘就逼不过气了 后来就告诉我用什么药 叫用喷雾剂 对 哮喘病人好多都会用这个 就是你逼不气了 就是喷喷喷 然后再错不过气了 又喷喷喷 对 就这样过这个乐子 他对于一个歌唱语言来说 如果这样的状态 就是说这是太痛苦了 对 没有办法唱歌了 因为你知道那个邓丽君 这不是也是唱歌的吗 对啊 他就是过敏性哮喘死掉的 对 所以他就特别恐怖 我给他治疗一段时间以后 半年了 他说哎呀 我怎么 我现在怎么怎么好了 怎么怎么好了 我老早就不用这种喷雾的东西了 就是 我现在半年了 我什么也没有 我还带了一个团 我怎么样 就是高兴得不得了 那咱们就要看看了 就是电视机前的您 是不是也属于特病体质呢 我们跟随王教授 一同来做一个测试 你没有感冒时候 也会打喷嚏嘛 感冒的时候 打喷嚏就没问题 不感冒的问题 你闻到什么油啊 闻到什么烟味啊 像有一个病人 他就闻到所有的味 比方说你因为 什么炒菜的油 汁油 空气里的任何的 所以他在看病里 是个堵着 天哪 每天每天把那个鼻子湿着 所以他那个 他否则的话 他要打喷嚏 就第一条 您是不是没有感冒的时候 也会打喷嚏 这个打喷嚏跟鼻子打喷嚏 不一样过敏 鼻子打喷嚏 打一个两个 他都打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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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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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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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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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感冒鼻子湿 流鼻子湿就没问题 不感冒的时候 流鼻子湿 那就是过敏性鼻炎 好 照一下 你因为有 有积极温度的变化 好在意味而可存 这里都给了两个条件 一个是积极变化 积极变化跟温度的变化 有关系 比如说你到空调里头来 对吧 那不是积极变化 如果是一年四季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那是一个积极的变化 好在是闻到一种意味 是吧 你这个气味味什么味 你都能闻到 那你就引发磕喘了 或者过敏性的磕喘 这往下看 你的食物 药物 气味 花粉过敏 那么这里的就是一个 对外置的物质的过敏问题 你比如说 也得来黄氨过敏 抗生素过敏 是吧 很多的东西它会过敏 对 然后食物过敏 食物过敏 你看现在就是说 跑到医院去过病态反应科 你不是过敏了吗 给你打一针 一溜一下 说你花生过敏 鱼过敏 虾过敏 玉米 蜜蜜过敏 什么鸡肋过敏 鸭过敏 给你写了多少条 那就是一个食物的过敏 嗯 再往下看 你的皮肤允许允许胸膜疹吗 你身上你又没这种疹子 容易发这种东西 一会儿就犯一会儿就犯 往下看 你的皮肤过敏 出现紫垫吗 它就可以出现大片的 这个皮下的这种紫垫 一块一块的 好 第六条 您的皮肤因为过敏 出现过紫垫吗 嗯 再往下看 你的皮肤一抓就红 并出现抓痕吗 我们跟大家来做一个示意 嗯 你现在是 我们三个人同时做 用一个指甲 嗯 你那这条中间的这条线 嗯 我们用一个中度的力量 往下划痕 就是 就像这样 这样 这样划下去 如果我们电子机器 迷你观众 如果一起来画的话呢 你就会出现一种情况 嗯 有的人呢 那就留下了一刀痕 嗯 它就下不去 就突出在皮肤表面的 嗯 然后又很明显的 沿着你划的这个路线 嗯 出现了这样的一些 皮肤颜色的改变 根据王岐老师的介绍 我们了解到 特病体质中 最主要的一种 就是过敏体质 有过敏性鼻炎 过敏性哮喘 过敏性子垫 过敏性徐麻疹等 各种过敏症状 您是否也有这些表现呢 接下来 王岐教授就将为我们推荐 简单一行的食疗方法和经典药方 精彩不容错过 那我们体质道理 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嗯 按照中医的理论呢 就是说 胃表不顾 嗯 血热有风 怎么解释呢 胃表不顾 你想 我们体内 你风啊 寒啊 就是你受了刺激了 味道啊 各种东西 你总是要侵入人体的吧 嗯 这个是胃表不顾了 比如保卫你身体的 这个翻你的部分 你你薄落了 就是不顾了嘛 薄落不就不顾了嘛 哦 你就容易受到它的侵害嘛 哦 5B的人 我未表示顾的 你来一个我都喊人不动 嗯 你不顾的人 你受了这种刺激的 外界的刺激 嗯 你就有反应 咱们就来说说 为了调整特别体质的话 什么样的食物 是您推荐给大家的 嗯 我给你介绍一种 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两小弟的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啊 我先拿一个给你看看啊 这是一个黑石的 是吧 嗯 这是一个黑石的 嗯 两种 这是听说过 一定听说过 这是合手屋 合手屋 哦 这俩为什么不一样呢 这是一个熟的 叫制手屋 嗯 这是深手屋 我们用的呢 都是制手屋 制手屋呢 它能够有 有这个 补干肾 驱风 这个 有养血驱风的作用 嗯 特别特别像 咱们吃的 黑一点的牛肉干 特别特别像 萌萌味道 但是比牛肉干可硬 哎 这味道也挺像 那牛肉干的 哈哈 你闻的是那个 泡汁过的那个 但你可以当牛肉干吃啊 哦 这不就是制手屋 其实那个 我们那个 苏北人 它那个 有一个地方 就是有一个 水屋粉 调着吃的 哦 你可以把它 成食品调着吃 嗯 那这样的制手屋 怎么吃呢 制手屋 一般的 你只能是包汤喝了 哦 那要吃多少呢 一般是30克左右 那要是吃那个 手屋粉呢 一天吃多少喝 手屋粉呢 那你就可以吃个 40克50克左右 那这个 制和手屋 一定要选择对了 好像是这种 深色的制和手屋 对 那除了这个之外 有什么样的 好的食物 您推荐给大家 用来调整特别体质呢 我们来给大家 介绍一道菜 叫 黄芪凝子凳瘦露 有这好补哦 听着 你看这是凝脂吗 嗯 凝脂呢 的听力是凝气 它这个 在中医里 它是一个补益的药 补药 嗯 但是这个补什么呢 对吧 嗯 它这个凝脂呢 能够提高 这个人体的这个 比如说 它能够补气 它特别有一个作用 嗯 就是能够对 人体的最终 比如说我们 现在的话说 米依功能击下了 后来是味表不顾了 这些 凝脂过去不叫长生不老药吗 对 长生草 长生草 所以它对这个形成代性啊 这个有非常好的作用 嗯 因此呢 它在这个药理上来说呢 它对顾名有作用 嗯 就传说白娘子 稻仙草 倒到的其实就是这个灵芝 嗯 黄芪不是补气固表的吗 嗯 当然我们不是表气不顾嘛 嗯 嗯 这两个东西加起来以后 再用一个瘦露来煲汤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呢 是通过这两味药的作用 嗯 这个呢 就是瘦露 因为它没脂肪嘛 嗯 所以在那煲汤起来 也是很好使用的一个东西 哦 就是黄芪和灵芝都是为了兼顾我们的这个防护墙的 嗯 让我们的就叫固表 对 那咱们来看看这道菜具体的做法 嗯 一般来说呢 黄芪60克 灵芝30克 瘦露100克 这个姜是调味的 把黄芪 灵芝 清泡泵个小时 因为它这个灵芝比较硬 啊 然后呢 清泡半小时以后 把所有的原料都放到砂锅里面 大火把它烧开了以后 就不用再大火了 再慢慢的温火 就去慢慢的炖了三个小时 针对过敏体质的朋友 王岐老师推荐了一位常见的中药 制手屋 手屋有阳血去风的功效 每天用30克煲汤 或者用30克手屋粉泡水喝 都可以有效改善过敏体质 黄芪灵芝炖瘦肉 是一道做法简便的家常菜 长期食用 能够补气固表 增强免疫力 接下来 王岐教授 还将为过敏症状 比较严重的朋友 推荐经典名方 陈凯博士 也将介绍 简便医学的穴位按摩方法 不要走开 精彩继续 要是比较严重的 特别体质表现 特别明显的人 吃一些什么样的 中程药的方剂更好呢 古代有一个方式 就叫浴屏风散 浴屏风散 这个是什么意思 刚才还是说的 刚才就是位表不顾 一个屏风把你挡起来 预作的屏风 很之前的屏风 对啊 好形象 屏风挡起来 这个药是三味药 很简单 就是黄芪 百竹 防风 就三味药 对 这三味药 就剂量上不一样 地减 黄芪比如30克 百竹就是20克 因为用北竹来浸脾气 然后呢 黄芪呢 来补胃气 是吧 防风呢 来个固点 因为防风有一种固点的作用 指标的作用 所以防风防风嘛 那这个浴屏风散 要吃多长时间呢 这个吃 你是一个慢慢的吃的 你是一个长期服用的 自己家庭呢 也可以不要熬的吃 我可以呢 我建议大家呢 可以把它这么做 就是 比如说你买30克黄芪 20克白竹 10克防风 等于按照这个比例啊 你把它呢 放在一起 放在微波炉里面 微波一下 微波一下 这个不是要采取干了吗 干了一个 你把它拧碎了 我们过去叫浴屏风散呢 散不就是散吗 你现在到压店里的 没有浴屏风散 只有医生开给你的浴屏风汤 没有这个散 但是我们前面的老师就讲到说 它这个散剂的效果 比你汤剂还要好 但是没散怎么办呢 你就可以用我刚才这个方法 就是把这些东西拿微波炉 先放微波炉里面 把它的水分去掉 加热 然后把它碾成粉 碾成粉 碾成粉之后呢 然后调的去 冲水 冲水吃 你加的蜜 加的什么东西 冲水吃 但是你稍微自己在叫做 调养体制的时候 不要吃这么大的量 大概像刚才说的量 要吃两天 两天是三十二十十的 这样的一个总量 我们现在有些小孩子 叫他复感儿 就是反复的感冒 一感冒送医院 他一咳嗽 打喷气 有的人是过敏 用抗生素输液 实际上你就 这种体质很差 你就用这种方法 给他慢慢调理一个月 他就不去医院了 小孩也能够吃这个浴屏风散 小孩的剂量再少一点 再小一点 大概再少一半 就是像刚才说 这姨父要三十二十十 是两分成人分两天服用 那么小孩就分四天服用 哦 明白了 我们用这个 我治疗过敏的病人 我是跟人家有个不一样 你不是不吃鱼吗 我说你吃鱼 你不是不吃肉吗 你吃肉 因为我肉不要 你不吃鱼 你不吃肉 是我治好的 还是你不吃鱼吃肉 对不对 明白了 也就是说 就是外界的这些过敏源 咱们可以不用管它 它还依然存在 怎么着怎么着 你不能改变外病 但是您必须要是 调整好自己的这个体质 对 把这个叫 像王女士这样的过敏体质 给调整好了 对对对对 你才能够真正的起到 以后不得病的这种效果 是的 那我们接下来还要请陈老师 给我们在身上找一找 玉瓶风伞在哪里 好 身上的玉瓶风伞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的两乳之间 正中间 这个位置 这叫什么 这个穴位叫淡中 淡中穴 对 淡中穴 这个穴位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穴位 它的位置非常独特 你看我们形容这个穴位的位置的时候 它叫什么呢 叫胸之内 对吧 对 在胸部 胸之内 肺之间 两肺之间 对对对 心之外 心的外边 对 然后胃之上 跟好多地儿都能挨上关系 对 它这个地方就说明它是一个交通要道 你看这块的上胶中胶的脏腑 它的气都汇聚在这 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叫气汇 我们身体的气 一方面来自于呼吸的清气 自然界的空气 另外一方面来自于水骨精微之气 就是我们吃进来的饮食化生的营养物质 这两者汇聚在一起 就形成了我们这儿的中气 也就是这个人的气足不足 就这两方面 那么这个位置如果出现了问题 这个人就有各种各样的症状 所以针刺这个穴位 或者经常的按揉这个穴位 对我们的免疫能力的提升非常有帮助 但是需要提起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 它离心脏特别近 就不适于做重力的按压 就如果你给它特别重的力量 就人就觉得不舒服 所以我们在这个穴位最好做一些轻柔的刺激 你就最好是用什么地方呢 我们用这个手的大穴剂 大穴剂 就是它拇指下面这个地儿 对 因为这个位置啊 刚好是连属于肺经 这个地方丰厚 反应人的心肺功能是比较好的 所以我们用这个大穴剂 这个地方放到氮中穴的位置 上下擦洞 就这样擦 对擦洞 当然我们不要隔着衣服了 上下擦洞 把这个位置擦热 通过热的刺激来刺激这个氮中穴 能够让它起到这样一个提升免疫能力 或者叫提升人体正气补气的这样的作用 就有点作用类似于王老师介绍的这个玉瓶风散了 针对过敏严重的朋友 王琪老师推荐了经典名方玉瓶风散 是由黄芪 白竹 防风 简单的三味药组成 却功效显著 对于常年感冒的复感儿也有很好的疗效 而我们身体中的玉瓶风散 则是位于胸前的半中穴 长期暗柔能够有效提高免疫力 这么多的养生秘方 你也赶紧尝试一下吧 那刚才呢我们介绍的是这个像王女士一样的特别体质 可是阿姨啊别忘了还有一个人呢 那这个人你看我们说人有九种体质吗 最后一种体质是什么呢 你看这个人精神得手进步如飞 是吧 而且很可观 而且很可观 对我们应该说我们就应该属于这种体质 平和体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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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和就是阴阳气血都很调和 平和 一种体质是一种平和 八种偏颇 八种偏颇的 就是你看 要么是食热 要么是痰湿 要么是气虚 要么是气瘀 都是偏颇了 偏颇了 偏颇它就是不平和了 不平和了 就是偏领了 健康是一个平和的状态 是一个平衡的状态 打破了这个平衡它就偏颇了 所以日晚苍生能有九种 一种平和八种偏颇 我们都希望那八种偏颇的体质 也就是说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的这些 符合偏颇体质的朋友 通过王老师介绍的这些方法 以及我们学习到的知识 不断不断不断能够像这个平和体质来过渡 真正达到一种健康的完美的状态 那么好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 还会为您介绍新的知识 广告之后呢 是精彩的节目导致 期待您的收看 夏日高温之下 感觉头晕 恶心 出现腹痛腹泻 是中暑 肠胃炎 还是另有其因 夏季高发的这些常见病 如何从表现上加以区别 如何自我用药 如何自我保护 关注健康之路 看中医专家为您解惑之招 敬请收看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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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见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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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